一名身穿黑上衣 戴着口罩 头上还戴着粉红色安全帽的男子 在超商门口不断徘徊 看起来十分诡异 下一秒他竟然走到超商里 大胆心切 事发在新北市树林区 一名24岁的良心男子 晚上8点多 到一间便利商店 请店员协助寻找物品 趁着收银机没人雇 在春机偷走 里面将近11万4千元的现金 接着逃离现场 警方第二位监视器画面 发现他行窃前 竟然还偷衣服安全帽进行变装 路口监视器也拍下 嫌犯犯案前穿着红色上衣黑色裙裤 之后进行变装行窃 犯案后又沿路把身上的衣物 丢弃在巷子里 接着搭上小黄逃离现场 没想到在半路却遇到车祸 车祸发生当下 良心男子还向警方表示 自己需不需要留下个人资料 没想到成了窃盗案的破案关键 缺钱花用把超商收银机当作ATM 没想到遇上车祸 整几案件也跟着曝光 终究注定贼心该败 明示新闻专家的陈薇鱼 新北报导